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符合初步申请条件之后 就会进行不示 而合格者就会被安排参与延续面试 延续面试当中第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了 这个项目虽然不是考核的一部分 但是就给投考者一个机会 去介绍自己给其他人和考官认识 Good morning everyone I'm Samantha 跟着会是即席演讲的环节 每位投考者都会在考官的手上 抽一张印有中文辞回的卡 再用自己意思表达卡的内容 从而考验投考者在众人焦点下 能不能够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克服压力 之后就会用同一个方式 做英文即席简讲 即席简讲的题目 除了可以是与警务工作有关之外 也可能是时事已提 所以投考者一定要留意社会上发生的事 要成为建设督察 除了要有良好的远文水平之外 也要懂得和其他人合作 在接着小组讨论和管理练习中 投考者除了要表达自己的看法 也要懂得明听其他人的意见 去认定当前面的问题 然后想出一个合适的方案出来 我们警队一直希望去吸引有质素 以及具备警务人员才能 还有有服务社群的决心的人士 其实在面试的时候 最重要是真诚 我们建议考生应该表现得自然一点 尽量去表现自己真实的一面 有时候考生他们说话的时候 会特别大声 以为这样就代表有自信 其实这样或者会懂得其反 考生最重要是让考官多认识 你们自己真实的一面 作为一个督策 领导才能是必要的 这个联集就是要投考者 带领其他组员去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 在开始之前 投考者会得到一些工具 而同时间是有些限制和规则 投考者要先清楚了解 所份所有的物件 再将他的计划 告诉其他队员知道 好像现在打算到这样 被安排作为领袖的考生 要带他的队员 由这条线去到个圆圈 但是途中不可以触碰地面 同时间也要完成一些指定动作 至于哪个行先 哪个行后 又或者哪个队员做什么任务 全部由他决定 所以这个考验一点都不简单 在这个测试中 投考者一定要良好的沟通技巧 才可以跟其他组员合作 完成任务 由2015年10月起 警察招募组 就已经采用一套新手定的体能测试 当中包括油 800米跑 4成法米穿梭跑 立地变高 和手握机力测试 说到手握机力测试 男士左右两手的手握力量总黄 要76.3公斤 而女士就有49.1公斤 而在体能测试方面 我们也建议考生可以在三个月 或者之前去做一个准备功夫 有一个针对性的训练 例如他们可以了解一下 自己的姿势是否标准 以及他们的表现能不能达到合格的标准 或者更高的水平 除了建设督策要进行小组面试之外 投考警员的人士同样都要进行小组面试 当通过体能测试之后 他们会被安排参加另一日进行的 半天小组面试 小组面试分为三个环节 分别是实务事件处理测试 自我介绍和小组讨论 实务事件处理测试 是一项和实际工作有关的测试 以评估投考者的中文和英文沟通能力 判断力 和搜集事实的能力 究竟要做些什么呢 就是看我们的警信 在看完之后 就用中文以第一身将件事记录下 至于第二段 在看完之后 还用英文记录一份简要的警察报告 至于自我介绍环节里面 投考者除了介绍自己之外 接着还要答考官提问的本港时事 和警察有关的课题 谢谢大家 我认为香港现在已经有很完善的基建 最后的轮选程序就是心理评估和最后面试 在建设督策方面 面试委员会是由一位高级警司做主席 而在警员方面 就会由一位总督策做主席 当通过了所有轮选程序 才会被我们考虑是否正式评用 无论是投考警务督策或者是警员 我们整个的轮选程序 都是十分之严谨和全面 希望在不同的轮选过程里面 可以考核投考人各方面的才能 当中包括他们的领导潜能 推动力 管理的潜能 个性和价值观 语文能力 认知能力 沟通能力等等 当然考生的体能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机会其实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比如你们要多些去留意身边的事物 因为这样才可以有一个理想的表现 其实我们在过往都遇到不少的考生 他们未必能够一次过成功 但是他们都不会轻然放弃 他们会不断地自我增值 自我提升 在时事触觉 体能 或者了解我们警队的运作方面 各方面都有所增长